这个冬天有点冷 大家好,我是团长 在全球性紧缺的预期下 煤价再创历史经高 昨天动力煤现货报价达到了2200美元每吨 动力煤期货也再度涨停 上涨趋势还是没有终结 刷新了历史记录 除了动力煤以外 国际油价也涨势不止 国际原油价格突破了80美元大关 想想一年前油价跌破了负值 如今油价冲到100美元去了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作为基础能源的煤炭石油 如此持续的暴涨 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那首先就是现在的缺电限电 能源价格的一路攀升 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供电紧张 那么工业生产受限制 其次高企的电价 以及天然气汽油短缺 也给居民生活造成了干扰 所以新一轮的通胀压力来袭 我们的压力也不小 那么很多股民看着商品价格报上 想着去买周期类的股票 这是相当危险 周期类的股票的特质就是 三年不开张 开张13年 强周期股可能一轮景气周期 暴涨十几倍 它一年赚了十年的钱 剩下九年慢慢亏 所以如果你在景气度高的时候去买 你很难赚钱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在周期股上算到钱 股价翻了很多倍了 你现在开始高位按计算器 还坚信价值 估计会死得很惨 因为现在你看他们业绩非常好 估值非常便宜 你想啊 现在买 那很便宜啊 但是这种业绩好 只是暂时的 那么17年的钢铁 去年的猪肉 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当时很赚钱 结果呢 一年不到 去看看猪肉的价格 从历史来看呢 周期股的表现呢 往往也是昙花一现 很难出现 持续性的表现 而在周期股赚钱的人 少之又少 你去看看 那些投资大了 有人专门做周期股吗 根本没有人 因为对周期股的这种 景气度的判断是非常难的 虽然周期股涨起来很厉害 对吧 但是太短暂 在周期股强势表现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快速拉伸的时候 吸引很多资金去追高 但是一旦周期股出现下跌 它是断崖式的下跌 很多周期股可能 半个月可以跌到一半 是把一年跌到90% 没有什么反弹 所以周期股的顶 往往是一个尖点 导致很多新股民 新基民呢 会出现高位被套 甚至断崗很多年的情况 所以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么离今年结束呢 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 这个上半年的火爆豪情 那很多人遗忘了 A股正当式的本质 A股呢 涨多了就要跌倒 不管什么板块 对吧 跌起来会很残酷 会超乎想象 更何况呢 现在实际企业 面临着煤价油价的暴涉 这个能源供应的危机 但你说他们的业绩如何增长 所以没有业绩的持续增长 股市凭什么好呢 所以我们不看别的 光看这个你就知道 想要A股积息暴涨 难度还是很大 那么不涨 那么跌的概率不就高了吗 所以等待 再等待 天末好高乌远 这个冬天呢 会有点冷 不光天气冷 股市可能也会有点冷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